那我大概想一下我們目前在做事情的光源 在台灣在做事情就是 第一個就是那個有機農業的 生產 這是我們 應該也不是說本業啦 就是我們是從這邊 開始做 因為 大家知道馬那開始一開始是做 我們希望在部落推動廚餘 轉做肥料 因為像阿里山是觀光區啦 可是 有很多廚餘最後都被丟掉了 然後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推動廚餘轉做肥料 那轉做肥料又要幹嘛 又要幹嘛又不能賣 因為沒有工廠登記字號 所以就知道自己拿來種菜 問題是要種菜種了以後呢 種了以後怎麼辦 要賣對不對 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才把出光源出來 可是 後來 這也是 計畫感不上變化 後來過了三四年以後 那時候全球不是 農務廖大漲啊 對不對 古物啊什麼什麼都大漲 所以什麼 豬飼料都變貴了 所以原來廚餘沒人收的 大家都搶著收 所以相公所呢 他甚至可以用賣 相公所清潔隊 他可以用標售廚餘 給這些養豬戶 賺到一點錢 所以我們就收不到廚餘了 原來廚餘這個東西 已經變得可以賣錢 所以我們就後來就收不到廚餘了 可是收不到廚餘呢 可是我們農民已經開始 在種菜啦 所以也沒有辦法 我們就只要用別的方式 我例如說去買外面的有雞肥 或者是 我們用別的方式來做的雞肥 我來開始 來繼續做金融店 那 目前我看到有很多的 色氣 是選擇以農業為切入點 我們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從一開始我們就不做 不太做B2C的部分 我們不太做平台 我們也不太做消費者 我們 幾乎專注在B2B的 方向 所以很多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哪裡可以買到 你的產品 我其實有時候真的是買不太到 因為你在市面看你也看不到 對 那 以我們目前來講 我們的產品大概有百分之 這個 進到通路的比例 例如說像你人啊 這些 進到通路的比例已經越來越低了 現在大概只剩15左右 那我們剩下的 大概有百分之 35到40 是變成加工品 在販售 例如說 火乾啊 例如說 蛋捲啊 例如說 就是把 東西變成加工品要放送 然後 大概有將近一半的比例 是拿去做原料 例如說 食品廠 或者藥廠 他可能需要一些乾淨的好的原料 他會跟我們一起做 所以我們他不能是 是走這樣的方向 我們不太喜歡 跟消費者直接打交道 因為消費者實在太和索 尤其是 尤其是 會買 會買生鮮蔬菜的消費者 真的是很不受 所以 我們一開始 是這樣 那 我們也感謝說 當我們 這些 這些 B2B的客人 他對我們 其實都蠻好的訓練 因為 其實我還蠻建議大家如果想要走 我也其實應該要走 B2B 這個方向 就比較好 因為呢 一個 B2B的客人 他比較 價錢比較沒有那麼 Sensitive 我覺得價格的因素其實 還在比較後面 可能品質是最重要的 可是當你面對 一般消費者的時候 價錢跟品質可能是 同等重要的 同等重要的 而且 一般的消費者他在怎麼買 他都會覺得他買到貴 他不會覺得他 買到的是一個 物超所值或者是 有同等價值的東西 所以我們當初在 做這樣子的訓練的時候 其實 發現 一開始會很痛苦 那我們也曾經有因為例如說延遲交貨啦 這些可能 被取消病單啦 這些可是我們發現 可是這樣的訓練 過程對我們來講其實是好的 我們 慢慢慢慢 就可以藉由這樣 我們就過到我們的生產業績 然後過到我們的長量 那 因為這樣所以我們在 可能第3年第4年 我們就遵養了 而且這樣一個好處就是 其實我們就可以比較低調一點 就不用去面對很多外界的 詢問嘛 然後 那我看到我寫黃色的姿勢 我們覺得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在發展 在地組織這一塊 是我們就投注很多很多的心力 嗯 我想 在座 應該 很少有團隊可以像我們這樣 我們 在跟我們的 產地的話 前三年 就是例如說我們要進去這個地方 例如說新義家 我們要進去這個地方 我們跟在地的 的 農友大概 前三年應該至少 大概一兩個禮拜 就會集會一次 那例如說像現在在阿里 阿里山是我們根本 根本 所在地 這個地方呢 我們也是大概兩個禮拜 我們就集會 那這個 意味著什麼 就是說我們在人力上 在交通上 其實我們要耗費很高的 時間成分 跟人力成分 那有洗澡的部分 可是這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這讓我們建立起我們自己在地的組織的團隊 他是一個非常有下信力的 他是一個非常有 影距力的組織 很多人都問我說你們農友會不會把菜交給別人 我都說 我都跟他們說你們要賣給別人 沒有意見 因為 如果我們的農友想要把菜賣給別人 一定是我們 光源服務的不夠好 服務這些農友服務的 太差了 他才會想要把他賣給別人 可是我們服務的很好 農友他一定會覺得 賣給別人 很麻煩 而且價錢 價錢光源有收比較高嗎 其實也沒有 我們去跟各位講真的是沒有 我們不像一般的 做小農的團隊說我用了多少錢 高於行情多少錢的價錢 跟農友買東西來 然後呢做了什麼東西 我們也不會做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覺得那不公平 對我們來講公平這件事情甚至少 我們跟農友的價格 是我們雙方討論出來 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價格 而不是只有農友說我應該要多貴多貴 我們前面為什麼要做微型貸款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財務這個部分 我們要教會 我們的農民怎麼去 計算 他的財務 例如說 我種這一批高麗菜 我的成本 應該是多少 我應該要賣多少 多少是合理的 我整年平均下來 我應該一起可以賺多少錢 這是我們要交給他 帶給我們農民的一個 算法 不然所有的農民都會告訴你說他沒有錢 可是農民真的沒有錢 不會 跟我們合作的農民 我們產銷班裡面有一個農民 他每年跟我們交易的金額 超過兩百萬 這兩百萬 他不用繳稅 你在台北 你去德州的去上班 你兩百萬你要繳很多稅 可是農民的兩百萬不用繳稅 當然他很認真 然後各位你們看到的那些果農 台灣的果農 大概也是很有錢 所以 每次有人跟我說那個果農怎麼樣那個 什麼他損失多少 我都說 他賺錢的時候我都沒看到 各位一甲地的柚子 如果正常的話 你知道一甲地柚子可以收多少錢 可以賣多少錢 正常品質喔 不要說那個很老長的那種 一甲地的柚子 理論上正常來講 大概有六十萬然後七十萬 一甲地喔 三千瓶 三千瓶喔 多大 三千瓶需要多少人 需要多少人 柚子嗎 兩個人 兩個人 就可以顧了 而且大部分時間你是不用顧 農作 農作其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 那麼辛苦 尤其是果樹的 他其實沒有我們想像的 他的辛苦應該是 我是集中一段時間的辛苦 比如說我一年可能有六個月的時間 我是需要很辛苦的 去照顧他 可是有六個月的時間呢 基本上是不太需要去照顧 所以你可以做別的事情 這是農民他很自由的事 像我們的農民 他現在有跟我們在砌做補茶 補茶呢 一甲地的補茶 可以裝六百顆 那我們替他算過了 他一年的收入 這六百顆的收入 大概 可以到台幣三十萬 就是說你有假意 可是你知道台幣三十萬他做什麼 他一年只要私本一次 合草三次 再加採收 採收大概要花 一個月的時間 那個月可能每天都要採 可是 所以一年工作 兩個月 賺三十萬 大家覺得如何 好像很不錯對不對 因為剩下十個月 你可以想到賺點 可是例如說你有 你可能有 三甲地 五甲地 那你可能就會開始去找人 所以我的意思說 農民其實他 不是 我們想的這麼的 最弱勢的農民是 稻農 那稻農他沒有辦法因為這是台灣的 對米的價錢 有一個 很錯誤的決定 當然這也是官商勾結 很難去改變 所以他是稻農 最辛苦 是稻農 蔬菜農 可是蔬菜農其實也沒有大家想的 那麼糟辣 因為 菜的價錢是變動的 不像米的價錢是固定的 米收購的價錢是固定的 不太會變 那菜的價錢是每天變動的 所以有時候運氣好的時候 我會賺一大筆錢 如果說我們運氣很好高一甲地 剛好在台風 一甲地的高麗菜剛好在台風的時候 沒有少到我 比如說這次台風從南部來 可是因為我是在北部種高麗菜 沒有少到我 那我一甲地可能就可以賺一百萬 所以 這個其實是 剛聽這樣我很想去種 種點吧 種點吧 有啦你現在去租一甲地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再將下你要租一甲地才 很容易 所以 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想說 那我應該 如果是這樣 可是這樣的話會造成很多農民要投機的 情態 真的會投機 所以大家 你為什麼會常常吃到 農藥產收不合格 農藥檢驗不合格 因為他 覺得我 譬如說 最近菜不是很貴嗎 對不對 可是理論上我噴農藥的話 他應該有一個 他有一個期限 譬如說他都會告訴你說你噴了這個藥 你應該要10天以後 等他 那個代謝碗 或者是 你才可以採收 可是他因為這幾天天氣 價錢很好 我趕快我噴了5天我就趕快採 反正沒有抽到我 就沒事了 抽到我 抽到我就算了 等下一次 反正不會每次都那麼倒楣抽到我 所以這個是 這樣的心態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 我們那時候才會想說 我們要來做有機這件事情 做有機 很多人都說 你們很厲害喔 我們都知道 10年前就知道有機是未來的趨勢 我說沒有 我那時候做有機 我們被人家說是困擔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有機 其實很簡單有機它對我們來講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管理的方式 就是說有機它有一個有機農業法 那個法律在這裡 標準就在這裡 我們就用這個標準來管理 也不要說我說或者你說或者他說 對我們就要照這樣的標準 這對我們的管理來講 是很方便 那我們 在 很容易 就是有一個管理的標準之下 我們就很容易去訓練 我們的團隊 譬如說我們在地的 我們也要有管理的人 我要去尋點 我要去尋 我要去看看大家在做什麼 這些 所以 這個都是 為什麼當初要做的機 其實不是覺得它 價錢 沒有 真的沒有 那 譬如說 我覺得